跟数字有关系的汉字 这个字念百 百呢之前咱们讲过 百的下面呢是一个种子 这是一种百的写法 一个种子 发芽的 上面呢就是白颜色的 那么种子的数量呢非常的多 所以呢用这个种子就代表百 那么一百呢在前面画一条横线 这就代表一百的意思 百的另外一种写法呢 仍然是种子的样子 这个种子呢可能就不是小麦的种子 还有可能是一个带有培芽的 这样的一个种子 上面画一条横线代表一百 因为一代表一的意思 所以它种子数量很多用它代表百 这是一百 我们看一下这个种子的样子 种子发芽的时候呢 它的芽尖都是白颜色的 所以下面呢是白 所以白呢就是刚刚发芽的种子 而种子的数量呢 画一横就代表一百 这是百的由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从十到百的过程 在甲骨当中啊一条线就代表十 那两条线呢连在一起啊就代表二十 三条线连在一起呢代表三十 四条线连在一起啊代表四十 这是四十 五十呢就是上面一根线代表十 下面画个五 五这就代表五十 这就代表五十 上面一根线 下面画个六 六呢就是房子 那么这个字呢就是六十 七十呢 哎一个斜线加一个十 因为下面是七七十 上面的十啊 正常的线呢应该是十 这是七七十 那么由于它是一条线了 所以呢哎就把这条线呢给它写成斜的了 仍然代表十类似 这就是七十 八十下面是八 上面是十 这是八十 九十没有发现 那么一百呢就是啊 一个白 白是种子发芽 一个白呢上面加一横就代表一百 两横呢就是二百 三横三百四横呢就四百 等到五百的时候呢上面写个五 下面画一个白啊就一种种子 这就是五百 六百呢就在白字的上面呢写个六 这就是六百七百没有发现 上面如果加八就是八百 上面如果加九 这个字呢就念九百 这就是甲五当中 由十到九百的过程 接着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是左边一个人 右边一个百 这个字呢就念百 表示一百个人 啊它表示一百个人 所以呢它就代表百的意思 好这个字呢左边是山 右边呢是个百的字形 但是这个字呢没有发现更古老的 这个字呢下面是种子 啊上面是不应该是一的意思 它应该是地平线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地平线的下面 把种子埋到这个地面的下面 它就代表的就是哎播种的意思 所以呢这个字呢就是莫啊 陌生的陌陌生的陌呢就是种子 在地面的下面是看不见的啊 我们看不见 所以叫陌生 哎就是这个字 不熟悉 我们叫陌生 后来这个陌呢也指天前的小路 那么切末呢应该产生的比较晚 先来看下一个字 这个字呢仍然是一个种子 拨种在地面的下面 把种子拨种在地面的下面 之后呢灌溉 哎呀缓慢流淌的水 两边呢缓慢流淌的水 来浇灌这个种子 这个字呢就念碧 碧有辅助的意思 哎就是用水啊来辅助这个植物呢生长的意思 来辅助它发芽生长过程 好这个字是签签怎么来的呢 百是植物的种子发芽 签呢是叶子长出来的样子 这是它长出来的叶子 花一条横线呢可能代表地平线 也可以代表意义的意思 这就是一签的由来 这是一签的金文字形 哎这是它长出来的金 金的上面呢长出了一对子叶 一条横线呢代表意义 也可以代表地平线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植物呢 发芽之后啊长出了右芽 长出了它的叶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数量也特别多 这就是这个签的由来 这是签的演变过程 签的本意呢就是一个 刚刚长出子叶的 这样一个绿色的右芽 之后呢一画一条线呢代表一签 两条线呢两千 三条线三千 四条线四千 在这个右芽的上面呢 画一个五 就代表五签 六签没有发现 七签没有发现 只发现了八签 下面是个签 上面是八签 九签没有发现 这就是我们汉字当中的签 几千几千的表示方法 接上这个字 一个右芽 长出地面 哎 长出两个子叶 这是一千的签 右芽最后呢 长出了很多很多的叶子 这个字呢就念 哎 签 签指草木茂盛的样子 哪里代表草木茂盛的 哎 这里面长出很多新的叶子 这就是草木茂盛的样子 接着看这个字 左边呢是个 表示绳索丝线的一个密 右边呢是个签 一个右芽 从地面上长出来了 长出来了时候呢 这个字呢就念签 指的是什么呢 哎 细 细的意思 那这个签呢 它还有另外一种字形 我们看这个字形 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字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仔细看 哎 它是个韭菜 韭菜长得什么呢 特别的细 这个是韭菜的金文字形 韭菜 哎 上面长了很多很多 这样的 像上的这样的 叶子 地平线 啊 韭菜可以长得频繁收割的 我们看这个字啊 先把韭菜写出来 一根根的韭菜 用什么来收割呢 右边是割 哎 用割来收割韭菜 割收割解释之后呢 上面呢 就被收割的右芽 上面呢 是被收割掉的 下面是被收割结束的 把刚刚长出的右芽呢 哎 用割把它收割下来了 一种细细的 这样的一个 哎 刚长出的韭菜 用什么代表细呢 哎 第一呢 丝线 很细 第二呢 新长出的韭菜 收割下来的韭菜呢 它也是非常的细的 这个字呢 就你鲜 这是它的演变过程 鲜的本意呢 就是细的意思 这是鲜的由来 来看这个字 右边呢 是发出的 哎 右芽 这个是 哎 鲜字 鲜字就是 刚刚长出的右芽 左边呢 是 歹 啊 歹呢 歹的本意呢 之前讲过 割骨剔肉的意思 用刀 割骨剔肉 代表生命的终结 那么这个字呢 左边是歹 右边呢 跟刚才讲 这个鲜呢 是一样的 仍然是割韭菜的意思 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下面是韭菜 上面是割 用割呢 把韭菜割掉了 左边呢 就是 一个割骨剔肉的意思 代表什么呢 代表终结 把所有的韭菜 全部都割光的意思 左边呢 代表什么呢 哎 代表生命的终结 右边代表割韭菜 把所有的韭菜 全部割光 那么这个字呢 就念尖 这是尖的由来 右边是它的简化字 这是尖面的尖的由来 学生说 尖微尽也 微在这里呢 不应该表示细小的意思 应该表示没有的意思 把它全部都啥呢 尖灭了 这就是这个尖的由来 尖这个字呢 我们看到呢 是简化字 繁理字呢 里面是有韭菜的 好 这里是这个尖的由来 接着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中间应该是一个种子 一个种子的样子 种子呢 生根 发芽 最后呢 长出这个芽 那下面是土 种子在土的里面 生根发芽的 这个字呢 就念重 是这个重的新闻字形 中间呢 一个圆圈呢 这是代表一个种子 其实呢 这个字呢 念甲 甲 甲的本意呢 就是种子 一个种子 生根 发芽 就是幼芽 在土里生长的 这个字呢 就是种 因为 种子对于古人来说 太重要了 种子发芽 对于古人呢 非常的重要 所以它有主要 要紧的意思 比如重镇呢 重点 有重视的意思 同时呢 又代表什么呢 数量特别多 种子数量特别多 程度代表什么呢 比如说程度深的意思 比如说重病 它比较分量的 既然比较分量了 或者衍生为重量了 那么这个字 还有一个另一字 叫虫 主词呢 叫虫复 因为这个种子 长大之后呢 变成一个秧苗 秧苗长大之后呢 它又结束了种子 种子再去播种 播种长大 长成秧苗 再结束种子 就这样的 周而复始的 可以反复的繁衍后代 这就是这个种子的特点 它可以重复的 去繁衍后代的 这就是这个字念 为什么念重 重复的重 好 这是这个字的小转字形 还有一个字呢 可以证明这个字呢 种啊 就是种子的意思 这个字呢 就念种子的种 左边加一个和苗的和 代表着什么呢 是和苗的种子 这个字呢 就念种 这是它的小转字形 这是它的反底字 右边是简化字 左边是和了 它不能代表种子 那什么呢 代表种子呢 只能是右边的这个种 它就代表种子 所以这个字呢 再一次的印证了 这个字呢 就代表种子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这个种子发芽的过程 就上图 有种子发芽的过程 一个种子 向下长出根须 向上呢 长出叶子 叶子里面呢 再长出这种右芽 这种一个种子生长的过程 跟上面的字呢 一模一样的 右边有一个完整的 真实的一个种子发芽的过程 向下长根 向上长子叶 下面是土 这个字呢 就念种 拨种的种 种的是种子 好 这个字呢 是多因字 拨种的种呢 种的是种子 接下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左边是山 山 这条主路 这是一个小路 一花一盒呢 代表不通 或者不行 不能行走的意思 所以走什么呢 走的是小路 而不走大路的意思 那么这个字呢 就得牵默交通的牵 牵指的是田间的小路 所以这个字强断什么呢 我们走的是这条小路 而非主路 主路画一条横线呢 代表阻隔 不通的意思 这个字呢 就念牵 虽然字形是牵 但是跟牵呢 是没有关系的 汉字 这是牵的演变过程 接下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跟牵呢 也没有关系 这是人的双手 哎 左手和右手 左手右手呢 把一个物资 用绳子捆绑起来 捆绑之后呢 哎 人双手拿着这个 被捆绑好的东西 这个人在这儿呢 啊 这是一个人 啊 一个人 用他的双手啊 拿着捆绑好的东西 走路的意思 下面是人的左脚 那么走 这边呢是路 连在一起走路 那什么人会 拿着东西来走路呢 哎 那就是搬家的过程 迁徙的过程 哎 这个字呢 就念搬迁的迁 这是他的小转字形 哎 这是他的繁体字 右边是他的前体字 迁啊 搬家 搬迁的意思 我们在搬迁的时候呢 一定会抬上很多很多的东西 哎 一边携带的东西 一边走路 这就是搬迁的迁 迁后来呢 有很多引神意 比如说换了地点 叫迁居 迁席 有变动了 叫变迁 啊 扁折了 放逐了 叫什么呢 叫迁折 那么流放到外面 被贬观到外面的人呢 称为牵克啊 古代调动观直呢 也称为生直 也称为生迁啊 这个字就迁的又来 这个迁这个字呢 是跟迁没有关系的一行字 因为反理字的迁呢 不是这么写的 这是迁 搬迁的迁的又来 接着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念万 万呢 是个比较简单的 比较公认的啊 它就是一个蝎子 蝎子的身体 蝎子的前鸥 这是蝎子的尾巴 这是蝎子 另外一种字形的写法 中间画一横线 代表身上的花纹 加一条横线呢 应该代表它爬行的足 在咱们呢 在虫类当中啊 一条横线呢 往往代表它爬行的足 好 这是它的小章字形 这是它的身体 是它的前鸥 大大的钳子 这是它的尾巴 这一部分呢 是它的爬行的足 爬行的足 相当于人的右手 这就是一个蝎子的样子 这是和真实的蝎子 放在一起 它是非常像型的 这个字呢 就念万 万就这么来的了 这是万的演变过程 好 这个字呢 是跟万有关系的汉字 先写个蝎子 蝎子的爪子 钳子 下面是它的尾巴 这是它的小爪 下面呢 是人的左脚 这边是鹿 就是走路 怎么走路呢 这个蝎子走路的时候呢 是把它的前鸥啊 是抬起来的 蝎子走路的时候呢 是把它的前鸥抬起来的 也就是说 它要把它的前腿啊 抬起来 那么 抬腿走路的过程呢 就叫做迈 迈开步伐的迈 这是它的金文字形 这是它的小转字形 这个字就是后来的麦子 抬起腿来 来跨步走 就叫麦 由于这个蝎子走路的时候呢 速度比较缓慢 所以呢 又有年迈之一 人走路特别缓慢 就有年迈的意思 好 这就是麦的由来 源自于一个蝎子 走路的时候 爬行的时候 要抬起它的前鸥 所以衍生为抬腿走 回麦 这是麦的演变过程 这是麦的繁体字 右边是简化字 好 训练力 这是它的金文字形 这是它力的演变过程 力呢 指的是凶猛的意思啊 因为蝎子特别的凶猛 所以比如说有利害 雷利风行 凶猛的意思 那我们在利兵莫马呢 就是在训练士兵啊 使他变得啥呢 变得凶猛 所以有什么呢 使什么什么 风利的意思 同时有这个严肃啊 比如说有严厉的意思 还有严格啊 利尽 就是严格的意思 好 都是由蝎子变成的韩字 在这身利的由来